每天多吃一个蛋 癌症死亡率可能增加 三种鸡蛋少吃 近年来人们对于饮食健康的关注和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 有人认为鸡蛋是饮食中性价比较高的营养佳品 所以天天吃 那么问题来了 经常吃鸡蛋究竟是有害还是有益呢 在回答大家的疑问之前 先和大家介绍一下 我是肿瘤科徐伟主任 从事肿瘤科临床工作十多年了 对肿瘤疾病的防治比较有经验 我深知老百姓挣钱都不容易 我想告诉大家 哪怕只有一个人支持我 我也觉得我的视频是有用处的 有了大家的支持 我一定会坚守这份初心 给大家带来更多可靠的靠谱的医学知识 我们回归正题 鸡蛋不仅便宜好吃 还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 铁 钙 胡萝卜素等等的营养元素 但鸡蛋中的胆固醇是心血管疾病的祸根 也是很多人公认的事实 经研究发现 鸡蛋胆固醇的摄入于心血管疾病 癌症以及全因死亡率显著相关 每日额外摄入300毫克膳食胆固醇 会导致过早死亡的可能性增加19% 死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会增加16% 癌症死亡风险增加24% 另外如果鸡蛋和培根等加工肉制品一起吃 会促进肠道内的后壁菌产生有毒化合物 三甲胺氧化物增加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和死亡风险 甚至引发多种癌症 因此合理的蛋的摄入量和健康的饮食习惯非常重要 适度食用鸡蛋可以增加血液中 由于心脏健康的代谢物含量 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 成年人每日应摄入蛋内40到50克 一个鸡蛋的重量约为45到55克 即每天最好吃一个鸡蛋 不过除了要每日补足蛋量外 也要注意鸡蛋的烹饪方法 这三种鸡蛋建议少吃 第一炸鸡蛋 高温油炸的鸡蛋营养不仅大量流失 还可能产生杂环胺类多环方丁等有害物质 增加肝胜负担以及患心血管疾病 癌症的风险 第二毛鸡蛋 毛鸡蛋一般是指受精 但未孵化成型的小鸡蛋 某些人认为其营养价值高 因此炒作价格也相对较高 但实际上这种蛋如果没有煮熟 感染沙门弑菌等病菌的几率 会比正常的蛋要高 这样容易造成食物中毒 第三糖心蛋 糖心蛋口感虽然好 但也暗藏许多的细菌 不宜过多的食用 如果非要吃 可以选择用无菌蛋制作